為了照顧在地瀏西族文 理論匠論會的歷史照顧 鄉英募前連特國在推行的SDGs012的目標 今年6月開始來時是012月 主要就是要擴大原本就有的中島共產服務環圍 是可能我又準備一些便當 讓社區裡面的瀏西朋友來領處 讓他們在中島時可以來吃飽吧 在廚房來 兩位家政班的媽媽沒人在煮吃 其他的志工就到三天在保便當 這一台部份的飯菜是來這裡上課外東中部的中島等 不過另外還有一部份 是要來提供給地方上的歷史促倫 來活動的長者們本身就有享用共產的那個福利 那這個0G2是新的計畫 現在有很多弱勢族群不一定是老人 老人可能獨居不方便自理 或是一些邊緣戶 甚至是一些孩童自己在家裡的 那這些就有被列入 來領取我們0G2愛心便當的名單裡面 鄉英國聯合國推行的 SDGs0G2目標 希望讓所有的人都吃得飽 在輪向農會歷史照顧展 自今年6月開始 實施這個0G2價位 準備到愛心便當 讓地方上的留學者可以來領處 0G2計畫是那個農委會他不住 然後我們來執行的 因為現在聯合國有17項指標的 那個指標叫做SDGs 其中第二項叫做0G2 就是0G2 那每個禮拜我們就透過我們綠色照顧展 我們的家政媽媽他們來主辦 那我們就多準備一些便當 讓他們來自行領取 名單這邊是公所他們去 詢問那個每個村的村幹事 看有哪些人需要 裡面有一些是孩童啊 或者是可能龍亞人士比較需要的 都有被列入名單 在菜市的補分 照顧展的指標完 也是用心在整個米糕圓的菜單 希望讓不管是來上課的中壘 也才是下課的就誰吃 大家所吃到的飯菜都是營養完分 這樣他們做完成品 以及其實最後的時候 都做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要幫忙打飯一下 我們的菜色每次啊 大部分都會有雙乳菜 就是我們為了補充老人的蛋白質 讓他們不要那個雞少症 所以都會有肉 然後也有魚 然後會搭配蔬菜 然後有的時候是我們的阿嬤 他們來上課會自己拿來 就是說為我們夾菜 全容極點的共產博物 各大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希望有立即照顧展大家的愛心 可以讓這個社會有更多的溫暖 記者苦衍心 蔡翁報道